大家好我是KSM 今天要介紹的是聖湯姆家的薔薇奶的V3 這是這次最後一個購買的華諾代工的線性軸 價錢比之前介紹的一些華諾軸便宜一點 一顆1.1人民幣 大量買的話一顆預言人民幣 則台幣4.45 外殼其實也就是 成為國動V2的換色 結構都差不多 配色方面就是奶黃色的防塵壁軸心 九紅色的上蓋 插件燈位 這邊有著華諾的英文LOGO 之前介紹華諾軸好像都沒有這個LOGO 底殼是三角軸 四角卡扣固定的 這顏色 不知道是什麼 既然是薔薇奶油所以這個底殼顏色是薔薇色嗎 玫瑰紅 這好像又沒有玫瑰那麼鮮豔的感覺 像是玫瑰然後再蒙上一層灰的那種感覺 這個 配色可以說很有特色啦 至於喜不喜歡可能就看人吧 我是還好啦也沒有說很討厭但是說喜歡也還好 壓力方面官方是只給了37克的觸發壓力的參數 賣家也 標題也就直接寫了金粉平替啦 所以就拿來跟金粉對撞看看吧 一開始 差不多稍微比金粉 輕一點點 然後到底的時候就比金粉重 重一點 手感的話其實 因為草莓果凍45克嘛 所以他其實手感就 是比較輕的草莓果凍v2啦 一樣就滑諾那種很順滑的手感 然後放在耳邊聽的話會有一點點摩擦聲跟彈片音 這樣按也不會有彈簧音 價格不到金粉的一半所以 有接近的壓力還有順滑的手感就真的很超值 聖湯姆家的軸算也會斷貨啦 不過比起其他有開團的軸體 還是 會供貨穩定一些啦 個人覺得這算是輕壓力防塵軸的首選吧 我啦我比較喜歡這個 滑諾的手感 不過因為我個人沒有很喜歡輕壓力啦 我還是比較喜歡45到55克觸發 45到50克觸發的加長彈簧 這一類的軸體 不過因為他比較便宜 而且如果他沒有斷貨的話 其他如果黃諾軸都斷貨 那我可能會買他來 回來換彈簧吧 拆開 彈簧是21毫米的加長彈簧 潤滑也就滑諾正常的水準啦 小角跟軸心有潤滑的痕跡然後倒軌沒有 結構也都一樣就是 加長軸心但是沒有 做加長軸心的觸底 他還是軸臂觸底啦 就是底殼有做兩塊凸起 不過官方 不知道為什麼還是給4毫米的總形成 照理說應該會稍微短一點點 然後倒軌就兩條 轉過去 竹筋 集團 距離 順